本章主要讲的是销售文案的相关概念 那我们通常人家讲销售文案它有一个所谓的接近策略 那什么叫做销售文案的接近策略呢 你今天写了一个文案你总是要有人看 你怎么去接近人家 那当然你基本上你这一份销售文案除了确定你今天的对象是谁以外 你今天讲什么跟说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既然我们今天讲到客户的话 其实客户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好像我们今天电话访谈 为什么我们去做客户分类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今天在做Sales 他今天在接近客户之前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那你今天想讲什么 你打算怎么做 我也会问他说你对这客户了不了解 你对这客户他们公司了不了解 你对这客户的属性了不了解 那我发现他基本上他就拿到名单就打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到客户的种类 客户的属性 客户的喜好 那后来的时候的时候 有公司要求他写销售文案的时候 他在写销售文案的时候就完全一略忽略掉所谓的消费者使用者观点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有人在卖东西的时候一个比较高级的Sales 就比较聪明的Top的Sales 他今天会去找所谓的机会的所在 讲机会的时候 事实上这是个非常抽象名称 机会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群人 其实我们讲市场就是一群有能力购买 而且想买的人的集合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销售 我们一定要切分开来说到底是针对谁 是每一个特定的个人 那这每一个特定的个人要具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就是他要想买 第二个他要能买 就是他有能力买 那基本上第一个属性的话 就是能买要远比想买的能力更重要 我举个例子你现在有一个很名贵的 很好吃的礼物 叫我们讲钻戒好了 我问你谁不想要 每个人都想要 就好像你有一盘很好吃的东西 那你问每一个人你想不想吃 每一个人都想吃 那重点是在于你付得起 其实我的问题也是这样 重点是我付得起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找 要去找出那些付得起又想买的 那这一个找到这样的一个人 那如果能够接二连三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也愿意帮我们介绍同等级的朋友 那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种机会 那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接近路线的说法 就好像说你今天如果你是卖一孩批软屏 他本身就就是一千万起跳的 那你要没有一般上市上柜公司 讲去哪里谁买得起 那就算他今天是上市上柜公司 很多公司都有预算的 那他如果没有编列这个预算 他怎么可能会买 就好像说今天我们今天来分析说 一家公司想买一个东西的信心或确认度 其实你透过对方是不是有一个采购小组 因为他这金门大嘛 他一定会有一个采购小组的设置 你就可以了解说对方是不是有可能买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了解一家公司一样 我们今天要去判定一家公司就算他想买 我们如果事先能够从财务报表上去知道说他有没有能力买 那是不是他这个想买的事实才会去实现 那当然除了说这些上市上柜公司当然我们可以拿到财报以外 有没有其他公司我们可以接近的 有 其实像会计师就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为什么会计师是很好来源 那会不是重点不是会计师本身 是重点是因为有很多公司 当他今天求小变到大的时候 他要今天从企业化小企业变成制度化的过程 他一定会需要一个上市上柜的过程 所以因为他要经过上市上柜的过程 他一定会取一个 他要请会计师 会计师来负责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会计师 然后去了解有哪几家上市上柜前的公司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卖他 就好像我们今天今天在接近所有的客户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找几个来演讲 传达最新的知识 传达读书会 传达一些最好的节省成本的方式 那是不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汇集 就有点类似产品发表会一样 微软每一年都有办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以私人的身份 我们也可以请某几个对这个行业很熟的人 然后我们来开一个举个例子 什么什么之业 可能说哦 仲介之业 对不对 法拍屋投资之业 或者预售乌买卖之业 我们同时我们也传达一些经营理念跟不动产概念 那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有点类似透过巨人的肩膀 或者一个与此理论的概念 所谓透过巨人肩膀意思就是说 可是你本身不是巨人嘛 可是你就找另外一个巨人 那巨人跟巨人应该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巨人的这一个的引荐去找一群巨人 然后大家来一起吃个饭 或者我们今天可以去做巨人的媒人 就是说两大巨人之间我们去谈一个合作方案 那其实换一种说法的时候 他们有人叫做人脉经营也叫余池经营 那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销售文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其实销售文案追根究底 就是一种销售行为 然后我们要去怎么去做 那做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过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准备的第一步 就是所谓的客服分类 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各位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家里的作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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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